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对你有信心 什么时候想好了 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好的 陈老 我这个人啊 最不喜欢强迫别人 尤其是我欣赏的年轻人 对了 你们最新放出来的那些信息 是你们自己编造的吧 是 欲亲故纵啊 不过这是一个破局的好手段 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了 我猜这是余彭月的主意吧 这小子 我早就觉得他不一般了 也只有他能想出这种办法 这下 想害你们的人 可要为你们做嫁衣了 你瞧我 人老了就是憋不住话 行了 不说了 你去忙你的 记者 我等你电话 谢谢陈老 陈老 您当着李腾飞的面 夸奖于彭月 您就不担心他这面子上过不去啊 我是个没有分寸的人嘛 我这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这是余彭月的主意吧 我早就觉得他不一般了 也只有他能想出这种办法 这下 想害你们的人 可要为你们做嫁衣了 这个世界上是要保护的 邓总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们都快急死了 你们都 怎么了 这下都好了 您冲了 我们算是熬到头了 你去哪儿了 哪儿都找不到 你打你电话也关机 我手机没电了 充电器 行了 先别说这些了 过来来 邓总 您怎么撞回来了 让我看 咱们的网站被黑客攻击瘫痪了 赶紧想办法恢复 怎么会这样 具体情况他们告诉你 只要你这边一上线 我那边立刻全面网络 好 我说什么了 人 都是谣言吧 你瞅瞅给你吓的 哥 网出事了 那当初 可是我把他们从水泥馆子里救出来的 我一看就知道 这几个后生啊 不是那种人 那你 那你之前还说 先不上了安全地区 学会顶嘴的是吧 以后等着下班了 干吗呀你 蔬菜你也想 你是不是有毒啊你这人 我说大学 你可真不够意思啊 趁我跟高北副出差这个功夫 你搞这么大阵仗 你也不等我回来一块儿玩 杨新伟做个人行吗 你以为我们闹着玩儿呢 我差点把命搭上我 是啊杨总 你可不知道当时都把我们急成什么样 那多亏是余总 临危不乱集中生智运筹为过 这才有了后来反败为胜 是力挽筐了 对对对 行了行了 别拍马屁了啊 我这怎么能是拍马屁呢 我这都是真心话 就是就是 咱们北漂防科网 这次能化解危机 在知名度上更上一层楼 这最大的功臣非余总莫属啊 来 咱们敬余总一杯 来来来来 余总 来来 余总 行 那我就谢谢各位啊 要我说啊 肯定要感谢的 是我身边这位美男子周瑶 如果没有她的话 咱们有再大的委屈 根本使不出来 对对对对 咱第二杯酒应该敬周总 失踏力挽狂澜 化解了黑客对服务器的攻击 配合了余总的战略 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 没错 来 咱们敬周总一杯 来 周瑶 辛苦 来 周瑶 辛苦 来 周瑶 辛苦 来 辛苦 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 干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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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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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第三杯酒 我提议啊 咱们敬一下 一计退敌的 女诸葛王总 王大律师 白医生 好 不好意思啊 徐先生见 来来来 男女诸葛 来她喝一杯 来来来来 谢谢大家 大家都辛苦啊 来来来 喝 怎么了 老大 不开心啊 一个人跑出来 女人太闷了 出来带带劲儿 再说我有什么不开心的 现在公司都过了难关 又借机宣传了一波 挺好的 正合你的意 你这是什么话呀 最近说话阴阳鬼情 你怎么了 因为公司那点事 不至于吧 我承认老大 咱们之前因为意见不合 我吵过几次 但仅局限于工作 绝对没有想伤害 兄弟感情的意思 你 永远是我的老大 我敬你 别闹了 现在你才是所有人的老大 行 如果你愿意 我把董事长的位置 躺出来 你来做这个 名副其实的老大 怎么着 你意思受名不服事干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了 不说这个 好 有件事想问问你 你对北漂房客网未来的发展 怎么看 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的网站 已经不是之前那种 默默无闻的小网站了 有很多专业人士和风头公司 一直盯着我们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 不断有人问我关于融资 股权交换 甚至是收购的事 所以想问问你的意见 其实之前我确实考虑过 把公司股份 拿出来一部分做融资用 不过现在想想 大可不必 说真的 咱们做公司又不是为了牵钱 对吧 与其让资本牵着咱们的鼻子走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步一个脚印 把未来掌控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我不这么认为啊 虽然目前来说 公司的发展趋势很好 但仍然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 我一直很头疼的 竞争壁垒和资本缺陷 是 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 公司即将面临的危险 并且做好重新的布局和发展展位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在资本行业我们所从事的领域 正在变成一块大分肉 我知道啊 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尽可能地把这块分肉 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将来不得不卖的时候 也能多卖点 是吧 你认真的 我当然开玩笑的了老大 我知道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公司长远发展 对不对 不想让公司走弯路 可是你想了没有 你现在这种保守的发展 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 已经过时了 真的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瞬息万变 你要比别人更快 更能生云外界的变化 变则火 不变 做死 所以你打算 继续拥有你的小聪明 来引领网站的未来 这怎么能是小聪明呢 我这可是大职位 大职位 也许一次两次真的可以成功 但是从长远来说 并不是每一次幸运女神 都可以站到你身边 行 幸运女神占你那儿 正与女神占我这儿 行了吧 老大 公司庆功宴呢 咱们两个主角不在 你让别人怎么想 快快快快 我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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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都停一下 停一下啊 余总有话说 各位 通过这段时间 大家的共同努力 咱们北漂防控网的发展速度 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 截止到目前 咱们网站的注册用户 已经超过三百万 日活跃用户数 首次超过五十万 大家安静一下 余总 今天成绩这么好 这奖金 是不是应该多发一点啊 有点 多发点 多发点 行了 行了 别起哄了啊 别起哄了 今儿下午开会 余总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希望大家呀 再接再厉 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 只要大家努力工作 公司是绝不会亏待大家的 好 咱们公司以后的总部啊 一定要建在最好的黄金底段 雇德国的设计师 建咱们就建最好的鞋子了 电梯直接给我进入管理层办公室 最小的一些少说也得一百来天吧 什么光纤啊 WiFi卫星啊 能接的全都给我接上 楼上面有花园 楼底下也有游泳池 前台 必须给我站一个大洋妞 金发并引 大波浪的那一种 只要进来一个客人啊 甭管认识不认识 都得给我露个笑脸打个招呼 问一句 知道吗您 一口地道的老北方墙 倍儿有面子 再建一个员工中心 跟美国的谷歌总部一样 一年光育营成本 少说也得几百万美金吧 呦 再建一个员工食堂 唉 什么都有啊 光主食就有二十多种 做饭的厨子 不是米其林三星级特级 就是做过国宴的金牌特级 您要是一个一级厨师啊 都不好意思跟同事打招呼 我就问您 这样的企业 一年的营业额能量当多少 杨勒 那少说也得几百万美金啊 多少钱 几百万 都没商议吗 要我说 四亿美金起步 你们知道什么叫 真正成功的商业模式呢 真正成功的商业模式 就是在你还没有进入 这个行业之前 这个行业的钱 已经都穿你兜里了 所以说 我们做北票房客王的口号 是什么 犯自己的事 挣别人的钱 棋子 呦 几间上市跟各位股东们 都在这儿了啊 别品就等你呢 赶紧坐 开会了 开会 好 那人都到齐了 我们开始吧 再多都是兄弟 我就不废话了 上个财年 咱们公司盈利了 将近三百万 其中两成呢 是靠做网站 做剩级这些传统业务 剩下的 全部都是靠北票房客王工件的 虽然三百万对咱们来说呢 并不算多 但是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讲 已经相当厉害了 总比那些一直靠烧钱来维持的项目要好 那么下面问题来了 这三百万 咱们打算怎么办啊 那还有说吗 分吗 分了 分多少 不是 当然是全分了 在座的各位 除了日常开销 谁拿着过钱了 没有吧 都没有吧 现在的大学生都开车上去了 我这现在还紧张 得了 得了 我呢 不建议现在就前进分了 不是 老大 公司呢还在发展期 资金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市场推广这块 我们一直人力和物力跟不上 没有好好搞一搞 跟其他公司相比呢 的确差很多 所以我建议不要节奏而鱼 而是先把钱 用在盖化的地方 你想什么呢 说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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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意见 周恩 你干吗呀 你怎么老没意见呀 你就不能支持我一样吗 那我说说我的想法 我 赞同老大的意见 暂时不主张分红 不过 我对杨欣伟的部分看法 也表示同意 那你到底什么意见呀 我觉得用这些钱 买车 买车 没错 买车奖励那些公司的创始人 和对公司有重大贡献的员工们 不好意思 我插一句啊 你说的车是 汽车吗 就是汽车呀 人才是维持公司发展的基础 用小汽车去奖励这些优秀的人才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不对 我觉得这不是你真实的问题 还是你要求 没错 其实我最真实的问题还是 宣传 制造新闻 可以这么说 我打算炒作一条北漂房客网给员工送汽车这条行为 达到以上四点目的 第一 进一步提升核心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 第二 激励员工们的干劲 第三 让更多的人才记录到咱们公司 第四 进一步提高我们北漂房客网的知名度 既然花钱 咱们就要花得有价值有意义 我相信以上四点 足以让我们这次投入 变成一次宣传的好机会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么做 反而会起到反作意 第一 把所有的资金集中在同一次宣传 这样的话风险性在大 第二 后果不可预估 过分的炫耀 很有可能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第三 显得我们土豪信誓族 随意性来强 在外人看来 缺乏正规企业的正常事业上升通道 第四 容易暴露真实实力 招演其他对手的急啊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 老大 我觉得你说的这四点 并不成功 第一 我们这次投入 不只是一次宣传推广的活动 我会针对这次活动 分不同的阶段 安排不同的形式和高超店 利用网络的影响力 反复闯动 第二 我觉得这么做并不是奢侈 反而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 利用咱们这些成功的北漂 献身说法 树立榜样 告诉大家 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而且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鼓励别人 那也是需要对公司 有重大贡献的员工 所以跟正常的上升通道 并不冲突 并不矛盾 第四 敌人早晚会发现我们 不管我们做不做这次活动 我相信 最终的结果 都是一样 我觉得你想的还是太理想的 虽然目前为止 我们公司发展还不错 但前景仍然非常顾名 危机似乎 我们还没到可以用这种 近乎一奢侈的方式 来承担社会责任的地方 老大这不是奢侈 也不是承担社会责任 这是咱们下一步的切入 余梦月 你不觉得你现在太浮躁了 沉迷在自己的一点点承证 无法自拔的吗 我们现在公司 老大我虽然没有时间 虽然有种还在我们的表情 再争下去 我们就要取得每一分钱 好了 不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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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吵啊老大 咱们这样老规矩 按公司的章程决定 投票表决 那又不是啊 这不是我决定的 是公司的章程决定 没有必要让笑语 再给大家念一遍了吧 好 现在投票开始 我同意这次活动 我反对 我 我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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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继续 看看这个 我回头带你啊 好嘞 拜拜 来 看看 这个 还有这个 看看 看看 罪牛网络公司 中奖员工汽车 上百网络达人组团 请求卢勇 这标题不做啊 是不是你搞的鬼 这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了 我就猜是你 你能不能别了一二再再二三 用这种方式炒作 一次两次还行 这招用多了 早晚会影响公司的声誉的 怎么会呢 这宣传效果多好 还不会有问题的 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你顾得托被别人发现了 网站会处于多么负面的局面 你放心 从头到尾 我都安排好了 放心吧 你就是这样我才不放心呢 李腾飞提醒过你多少次了 让你把目光和精力 放在公司战略等大方向上 不要轻易插手公司的具体经营 可你呢 每次都对他的建议 视而不见 冲而不闻 你有没有想过 事无巨细的后果 就是让公司的中层干部 和底层员工 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 到最后他们就变成 只会执行任务的机器了 我这么做 是身先士卒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 就是我的不是了 雨空月 我希望你能明白 是 你是一个合格的团队主任 可现在你不仅仅是个团队主任 你更要是个管理 管理一个小的团队 和一个大的公司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希望你能认清这一点 好的 我一定会分清团队主任 跟管理人之间的区别 给我一点点时间 你每次来 除了找我来的工作之外 就不能找我来的别的 咬的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啊 我是没办法了 要不你进去找他谈谈 算了吧 一见面准人又吵 我还能再吵了 可是他现在怎么这么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 有关于那魔方 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的压力之下 都在不停地转动 一直地改变 比如说他 很快就变成我们不认识的样子了 是啊 感觉咱们每个人都在变 好像只有你啊 还是那么纯粹 你好啊 好 请问朋友哥哥在不在里面 嗯 那 喂 哥哥 这俩人什么情况 我哪知道 要不你抽空问问他 谁 谁让你进来的 如意姐姐他们让我进来的 啊 喂 教学 老大 不是说要开会吗 赶紧开会开会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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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 我跟你说 你朋友哥哥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事关咱们公司的根本 我先去开会啊 开会 开什么会 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会还关乎公司的根本 周延 周延的事你你你你不记着了 他最近这个有些不太对劲 那兄弟之间的事不关系着公司的根本啊 对不对 周延 周延的事 嗯 行 那太神 你等一下 我们这会开得很快 你能等到他 你 你先去我办公室等我啊 走走走 老大 走走走 我说小君不立得好 那干嘛别人得等我啊 你不不添乱了吗 你不是说开会要说周延的事吗 我 一个大男人骗人家小姑娘 真不害扫啊 喂 是他一直跟着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他为什么就跟着你 不跟着别人呢 我看就是你做我的心情 我 老大 行了 说正事吧 这段时间周妍的确有点反常 每次见到她的感觉心事重重的 而且杨子跟我说 她每天半夜都会一个人出去 一个人半夜出去 她干啥去啊 杨子跟我说 她每次回来的时候身上都带着一种淡淡的 那个 消失者 什么意思啊 周妍在那边有别的女的呢 不可能 周妍不是那种人 你怎么这么确定 人都是会变的 她就是变成灭霸她也还是周妍 大 大雨 都在呢 高陪傅 希克呀 这是来公司上班来了 我当时是有大新闻我才来了 刚才我在早上练我吃东西 录节目呢 你猜我看见谁了 杨子 不会又是翘班去胡适海塞去了吧 杨子翘班吃东西那叫新闻啊 周妍 而且她还带着个女的 不是紫山啊 是她大学时候女朋友 菲菲 我让服务员啊 帮我听了几句 你们猜怎么着 菲菲怀孕了 而且孩子是周妍的 高陪傅这事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你能确定吗 我拿我爸发誓 我说什么来着 你们男的一个个刚有点成绩 就不知道自己姓啥 恶心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我 我 我 诺诺 先别着急打电话 就这种事你们还想瞒着吗 不是瞒着 是这件事人生还有一点 不是 你看着我干嘛呀 我说都是真的 我骗你们干嘛呀 不是说你 我是说 菲菲 我觉得菲菲也有名 之前骗周妍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这次指不定又耍出什么新店了 你干嘛去啊 与其在这儿猜来猜去 还不是直接去找周妍 她还没回来呢 那我去办公室等她 反正我今天一定要对着她 完了 疯了这是 陈总好 陈总好 你们这是 你们这是 周妍 我问你 咱们是兄弟吗 是啊 既然是兄弟 你遇到什么难处 就跟我们说 我们来帮你解决 行吗 行啊 说吧 我 我没遇到什么不好的事 什么没什么 一看你这表情就有事 直说吧 你跟菲菲到底怎么回事 小玉 别着急啊 你们 都知道了 你就告诉我 菲菲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不是 那个本来 后 后 后来 我 我也不知道 不是 我什么 你有什么你就说 你可急死我了 你倒是说话呀 我 别着急 慢慢说 把事情经过 给单想一遍 你看看你 看看你上个月的业绩 好意思来公司吗 你应该引就辞职 是 附约哥哥 附约哥哥 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你周妍哥啊 办了个糊涂事啊 我正帮他想办法 他干什么啦 说了你就管不了 说说你吧 什么事啊 非得见我当面说 我这不是毕业了吗 我要工作 工作 工作好呀 日本那么多好奇 想好去哪家了没有 我要回国工作 回国工作 国内也不错 对了 有一家什么 什么什么招聘网站还不错 你去看一下 那个叫什么来着 哎呀我知道 找工作直接和老板谈 对 我现在就是在直接和老板谈呀 嗯 我要来你们公司工作 你要来我们公司工作 嗯 小姑奶奶你没事吧 你不愿意啊 也不知道是谁 刚帮你们公司 借了个大胆 不 不是 不是 他人听我说啊 你前途一片光明 你去哪儿不好 你来我们这个小创业公司 多没劲啊 只有在这儿 才能见到我的朋友哥哥呀 得 就认真我这张脸呢 我可是接到叔叔阿姨的授权的 他们说了 只有来这儿 才能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你 才能让你更全面地了解我 又是他们俩我真符 我这真真乱死了都 所以我才要来帮你啊 我们夫妻携手 共同进步好不好 哎哎哎打住 什么夫妻携手 我跟你说啊 你来我公司可以 话不能乱说 好的 小彭彭 哈喽 何总监 哈喽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哪儿 你去哪儿 那我们去哪儿 还是去哪儿 来我去哪儿 就这儿 到了啊 周园那天晚上就在这儿 跟飞飞见的面 我在想这儿的酒是不是有问题 周园说喝了一杯就倒酒了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估计啊 最多也就是假酒 方便放东西 不好说 你能放什么呀 那我哪知道啊 你姐高公子 高公子啊 好久没在酒吧看到你了 忙 最近忙 看来是场事啊 年少青铜嘛 你又不是不知道吗 是 高公子 你真棒 真棒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北漂房客网掌门人 FB公司董事长于鹏月 于总 于总 来 来 坐这儿喝一杯 都怎么舒服啊 这两天啊 试吃了十几家餐厅 我这胃脸翻江倒海 我上个身体吧 你在这儿喝啊 来 你一会儿喝啊 你待会儿回来 不是 你快点回来 待会儿回来 你总 你好 你好 你们网站现在还招人吗 你要去啊 我当然想去吧 行 你们现在还送汽车吗 我也想要 谢谢你啊 今天陪我过来 客气什么 朋友嘛 主要是 你一个人来这种地方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我就总觉得周延她 可能没说谎 也许真的是 菲菲在酒底下的什么手脚 所以我就想过来看看 万一有人那天看见他们了呢 为了此事 你还是挺拼的 没办法 谁让我就这一个闺蜜呢 对了 你怎么没叫于鹏月一起过来 她那个青梅竹马 天天在门口守着 多跟她说一句话 就要抢她老公去 今天啊 又太过 美女 好玩啊 不错啊 来 我只好 说 我确认 这个玩意 我们再给你 好玩的 我只不试了 我只能不一样 做总 我也想过去 你说的 我说 你什么呀 我看你 你不能善 我 你好好想想 他前段时间呢 跟一个特别特别呆萌的一个男孩 在一起 有没有印象 李总 你吃个水给我就告诉你 我自己 不行 对我为你 真的 真的 你不想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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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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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不是 你看到的并非是你看到的 你听我跟你 小雨 你跟我说小雨 老大 你怎么在这儿 算了 我管不上去 小雨 你听我给你解释 余彭月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有 我来真的是为了救援 就我跟你说 慢慢跟你说 这两个女孩 是高培妇叫来的 后来高培妇不要 她给我了 我们仨在一 什么 我们仨 我们仨没在一块 就是 那种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 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 没错 你确实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人 老大 你怎么的 来 大雨 刚才那不小雨吗 什么小雨啊 这回是暴风雨 暴风雨 暴风雨 还没有 你要是哪里 有个人 你怎么想想到 你怎么想到 我怎么想到 你怎么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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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急 小哥哥 有个人吗 我可算回来 事情真的不像你这样的东西 你别一伤了就动手动脚的呀 你怎么知道我这小银呀 小银我真的在乎你 我求你别再生我的气了 我为什么要生你气啊 只要你帮我把单买了 怎么着都行 只要你喜欢 我什么都买给你 没看出来还是个土豪啊 做什么生意的啊 你看我做什么都不记忍啊 那 我有什么屁 是 美票房和王董事长 我就是通过你某个站租的房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宰你了 你帮我把单买了 你信你回家呢 还没睡啊你 累死我了 不对 你怎么哭了你 没有啊 我就是自己待会儿 不对 你到底怎么了你 自杀 我跟你说 嗯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千万不小心的人 他们都是一样的 不是你又怎么 是不是谁招惹你了 是不是大鱼 你别跟我提他行不行啊 你看你 嘴巴上说不提 你心里想的问题 我现在我就想掐死他 你知不知道我看见他在酒吧里跟 你们俩去酒吧干嘛 你不是最讨厌去那种地方了 就 一点工作上的事情 那他在酒吧干嘛了 反正没干什么好事 他都买完了 买完了 那我们就走吧 走吧 快去 当年我最讨厌我爸 天天抛在那种地方 等 他也一样 郭雨 你对这个事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 我亲眼看见他 此外我跟你说 人都是会变得 千万不能太相信他们 包括你的那个什么肘眼 你看你 你说就说 把你扯周延干嘛呀 还好 说大鱼说大鱼 那他跟你解释了没有 他想解释 可我不想听了 黄如雨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他还有没有跟你解释他说什么 就算他做了什么 让你不爽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他老婆还是他女朋友啊 你俩现在称死了也就是一个 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 连互相表白都没有 凭什么管对方干什么呀 还有你啊 一天到晚说什么三步一没有 不谈恋爱 不结婚 不相信男人 对感情没有兴趣 你承天这样 大约怎么会知道你喜欢他 谁喜欢他的 你就这么给我端着吧你 好不容易有一个让你心动的人 你还非得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成天臭着个脸谁看你才臭脸 对不起对不起 我就是打一个比方嘛 那你看嘛 你每天拒人一副千里之外的样子 人家在你这碰壁了 去找别的姑娘了 你是又生闷气又吃醋的 大雨去相亲第一回 泰征来了又是一回 陆宇啊你再这样下去 你喜欢的男人啊 早晚得跟别的女人跑了 我车 慢点 我车 我车 你要有什么车 我的天哪 我开不了了 得找找 找代驾 你在哪 代驾呢 走好了 拍什么驾呢 那 我该怎么办呀 当然是直面人生了 该相处相处 该表白表白 该听解释听解释 你该原谅就原谅 该把他甩就把他甩 做人吧你 痛快点 嘴上说的都是清卷 万一周妍出问题 我看你怎么办 周妍是不会出问题的 她就是一个花岗眼脑袋 她跟别的男人不一样 她在这个方面 绝对不会犯错 我看哪儿都是一样的 你也得小心点 知道吗 行 我知道了 我们现在不受救援 我们赶紧啊 给大鱼打个电话 你好好让大鱼 给你解释解释 我跟你说 她要是撒谎 我在旁边听着 我一准你们听出来 你赶紧给她打你 张那个真帅啊 原来她说的小雨是你啊 让你抢老娘生意 喂 她已经睡了 要不让她明天打给你啊 喂 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 谁来得雕吗 管了谁呢 我不认识 你是谁啊